哈喽各位宝宝们大家好 五一小长假到来了 相信大伙和姥姥一样的心情十分雀跃 其实比起去各大景点感受人山人海 在家舒服的刷个综艺也是不错的选择呢 而且不少综艺节目也是诚意满满 提到五一假期 那今天姥姥就来带大家一起看一看吧 第一个要推荐的就是5月1号中午12点 由甲乃亮 王源 杨超越 金汉参加的芒果TV自制综艺 哈哈农夫 五一看农夫 劳动最光荣啦 5月1号晚上10点由何炯 黄磊 彭于畅 张子峰参加的 《向往的生活》第三季也将播出第二期了 熟悉的嘉宾 熟悉的蘑菇屋 看三五好友一起手镯归田园 喝酒聊天一定会在小长假中带来一份宁静和温馨的 5月2号中午12点由谢娜 张子怡 袁永怡 张嘉妮 包文静参加的芒果TV 因为自制综艺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二步 夫妻继续合体 开启新的旅程 我给你说谁要犯罪 我办一下 我要让个人都知道 这个鱼糖被你承包了 我的小 小死我抱 小死我抱 你爸 哦 好舒服 而我家那小的第二步也即将在5月2号12点开始营业 小子们是否还是我们熟悉的小子呢 期待一波吧 5月3号晚上10点看老牌口碑综艺 快乐大本营 听说这一期有何老师短发look上新 还有王欧 武艺 朱正廷等嘉宾 带你感受青春最好的模样 预备 开始 5月4号晚上10点 天天向上将推出五四青年特辑 加奈亮 江音燕将助力 青年助梦 超多正能量 等你来拼狗 而由王凯 吴静岩 范城正 魏大勋 林允 张新成 胡先旭 白宇三家的青春环游记 也将在5月4号晚上9点首次播出 看着阵容就能够感受到有多么的精彩啦 另外 爱悬疑侦探类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蜜市大逃脱哦 蜜桃六子相约五四中午12点 我最爱的女人们也将在5月4号4点半 登陆芒果TV 看了这么多精彩的综艺节目 相信你一定会发现 钟爱的那款来度过美好的假期啦 芒果老新闻 牢牢已经把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了 祝大家五一快乐 八道